好不过大过年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年真的很难过 高雄市政府环保局 有多位约聘员工投诉说 无预警的被发文告知说 你隔天开始就不用来上班了 而过年前失业 而且是前一天才知道 让遭解聘的员工是难以接受 一想到自己竟然是失业前一天才被告知 拿着公文的手气的微微战斗 过年前接到的这封公文 对他来说有如千金咒 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那如果说你觉得说 不要我们这些人了 那我觉得是不是依照老基法的相关规定 然后你去做处置 会这么生气 原来担任清洁队员的李小姐 是环保局的约聘员工 市府送来的通报单 搅拌日期清楚 印上是100年1月4号 底下简单告知 约聘的临时人员从明天开始停止上班 连自己就要失业也是前一天才知道 我们的单位有五个人 那还有其他的乡镇 27个乡镇 还有其他的人 跟我们是同样的 面临同样遭遇的还有他 50岁的陈先生 因为受伤行动不便 唯一的经济来源说断就断 被裁员的约聘人员 从年假 荣誉假 补假 今天甚至过年的年终奖金 通通没有着落 民众质疑权益丧失 但实际走一趟环保局 他们却说解聘也是出于无奈 我们未来会帮他们转型辅导 未来去扩大就业 或者其他的 我们再征聘其他的预算的时候 我们再把他们再找来 做一些相关的环境清洁的一些业务 采合约制的约聘人员 环保局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约 没有违法 只是环保局直到最后一刻才发文告知 年前这把大刀让民众这个年很难过 中文新闻林正彦 黄佩如高雄报道 黄佩如高雄报道